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究竟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国际级的公司 这应该是一个很challenging的问题 我在今天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见解 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跟我再多交流的话 就是非常的欢迎 艾斯木尔是一个怎么样的公司呢 我想从艾斯木尔究竟在做什么 它为什么今天这么顶尖 来谈一谈我们究竟怎么样塑造我们的公司的核心价值 这是一个文化的起点 我们谈一下我们打算怎么做 在这个国际级的公司它怎么样面对我们的核心价值 我们怎么做 然后做一些分享 艾斯木尔当然就大家市场理解的 就是说我们是这个整个advanced 就是先进制程上面最顶尖的制造者 目前世界上没有对手 没有对手 但是它的技术困难 困难到我今天用一个example 就是说这个技术如果我们今天往前开车 20公里开过去对不对 不管它是什么痕迹 当你要倒车的时候 你必须分毫不差的倒回来 这个就是我们对技术要求的精确度 已经到这种程度 那艾斯木尔为什么会存在呢 因为我们所有的全世界的这些芯片的制造者 都是我们的客户 没有我们的技术 制程不可能推进 而我们的制程在养成一个工程师的时候 需要12个月到18个月 Compare with我的所有的PX company 他们大概在6个月 人就可以上场开始工作 我不行 所以我们的存在是为了要协助我们的客户能够成功 他们能够持续地去service他的客户 在他的市场取得快速的成功 你要知道快速代表了竞争力 代表了time to market 代表了所有顶尖的竞争力 我们怎么协助他 他们能够一直catch他们的所谓的技术的蓝图 然后一直往前推进 这就是我们的压力 所以我们的存在在于持续地提供最顶尖的技术 帮助我的客户能够持续地成功 这是艾斯木尔 我们有一分钟的影片 这个想要分享给大家 我可以请你帮我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好 那我有几个demographic data 想要share给大家 所以大家来看一下 全球现在我们的数据跟台湾相对比 台湾目前大概有4600个员工 全球大概38000 台湾已经是所有亚洲里面最大的国家 那如果有几个数据呢 可以给您看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全球我们大概有69%的员工是Generation Y跟Z Compare 台湾我们有84%的员工 全部都是Y跟Z 他们呢加入这个公司呢 全球大概约莫就是平均五年不到 全球也是一样 台湾也是一样 我们在16个国家有60个办公室 有144个国籍 而台湾最少就占了30个国籍 所以在台湾本地有30个国籍 我自己HR团队有8个国籍 所以它让我们在工作上面 非常的diversity 非常的多元 非常的需要注重 怎么样把不同背景的人才 放在一起工作 所以它的challenge就是 这个公司它又年轻 成长又快速 变动又多 然后客户要求又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苛刻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 它就是一个challenge 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有一个diversity的team呢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不同国籍的人才呢 因为我们相信人类的intelligency 它其实是可以互相激荡找出最佳的解法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非常多元专业的团体 我们可以允许他们永远去挑战所有的极限 所有的问题在艾斯莫尔前面是没有可学习的对象 没有人在这个领域里面有足够的经验供我们参考 我们永远是那个先锋者 所以我要靠我们的团队 能够把这些顶尖的思想想法 能够激荡出来 透过不断的实验 它才有可能去break through 就是突破所有技术的限制 困难吧 我相信这个是还蛮困难的 那我们怎么做呢 今年ESG一旦推出的时候很清楚 因为过去都讲CSR嘛 那所以呢 我们immediately呢 全球就把 它当成是我们很key的一个business strategy 就是说ESG是我们艾斯莫的一个重要的策略 这个策略 它希望能够创造一个优质的工作环境 是一个attractive walking place 一个有吸引力的工作的场域 希望能够吸引所有全球的人一起工作 这个中间下面有两个指标值 一个是well being 就是我们说的福祉 它的幸福感 它觉得它是不是生活够balance 它是不是觉得很值得在这里工作 一个就是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就是多元平等共融 trust me 我一直在讲多元平等共融 我希望能够很frequently把它讲出来 还是一样 就是多元平等共融 这个概念呢 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 我这边有一个approach 它有三个building block 在谈diversity inclusion culture底下 为什么有三个go面 我们需要看 第一个是文化 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unified的文化 这个文化 当我们放租全球三万八千个人一起在同一天 一个时区一起工作的时候 它是很清楚被呈现的 所以它必须 这个文化是有一些共同的share vision 有一些共同的愿景 共同的思考 共同的方向 透过了制度 透过平台 大家必须很清楚能够了解 所以当我们把不同的人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需要很清楚的一个指标 大家知道怎么一起互相的激荡工作 我们也需要很强的领导人 我最近在谈共融领导力 为什么今天这个领导力 领导力有非常多 我认为在现今这个世代 需要的是共融领导力 这个领导人在组织的团队建构当中 他必须要能够把这个concept能够带进来 当他面临到所有的组织一起激荡工作的时候 他能够展现他的领导力 他能够透过尊重平等原则 能够把大家放在一起工作 领导人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key successful的一个factor 另外还有我们谈到员工 员工这里我们强调的是 能够激发或者是提供员工 有一个最好的员工体验 我们现在谈了很多都是员工体验 你要知道你在做这一身工作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career的experience 所以你不论是从你的day one进到这个公司 你onboarding 你orientation 你花很长的时间训练 一直到你成熟你的个人的skill 接下来你往下move到下个阶段 它是一个cycle 它是一个循环 然后再往下做一个新的循环 然后再往下做个循环 每个人都是这样嘛 你希望你每一个循环都是一个最好的员工体验 那么culture wise 必须要有一个行为指标去guidance它 在文化底下呢 我们提出三个c 那么第一个我们谈到的是care 关怀 我们谈到倾听 尊重包容 怎么做 我们全球有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今天很容易 大家都是在工程界 技术界工作 所以我很容易就说 拜托你的工作 我们大家来谈谈工作指标怎么达成 上次没做好 No 艾斯木尔第一个要求你要做personal checking personal checking是 我们先把工作放一边 你好吗 每一个人都要讲讲 你最近怎么了 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personal checking personal checking create connection create一些opportunity to know each other 所以你在这个所谓的 今天早上我们谈到的 希望能够有一个建构一个community 一个construction 是一个conversation 你没有一些personal connection 你是做不到的 第二个部分是challenge 我们希望员工呢 在这里面能够学会思考辩证 勇于表达 这八个字 我当初在思考这八个字的时候 我其实个人的想法是 很多的这种 大家坐在一起 非常模糊的地带 你需要透过非常constructive的一个conversation 你的conversation才可能constructive 你才会有结构 你必须能够清楚地 能够表达这些想法 在亚洲人其实这是一个困难的 当你跟所有全球欧洲人 美洲人坐在一起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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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很爱讲的时候 亚洲人tent to非常的silent 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它代表了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各个部分的意见 所以我们在全球开会的时候 凡是没有开口发言的人 一定会有机会要求被发言 这个Sunny 你刚刚非常的安静 请问一下你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所以better prepare 要发言赶快发言 这是我的learning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希望员工勇于表达他的想法 最后当我们促成不同的人 一起团队合作的时候 他才有可能去激荡出来的火花 我们刚刚谈到 早上谈到collaboration 你必须协同合作 能够共创双赢 所以这个当我在 把我们的3C变成是八字 每一个八字增研的时候 我其实深思熟虑了好久啊 就是希望这个国内的文化 大家都听得懂 好的 那么我们回谈来谈怎么做 我很快地过啊 因为他们很紧张 一直提醒我 我们全球有一个14个人的 这个Committee 我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在不同的三个州 会有一些不同的代表 这14个成员呢 从全球最senior的 这个Ball Member 其中有一位是带领的 然后我们固定的会开会 这14位同仁 负责制定全球的 DEI的策略 我说策略 策略方针指导原则 接下来我们交给 每一个local的 这个DEI的officer 往下去做执行 然后我们希望 他们能够互相分享 这个中间我们也 create了非常多的tool 你总要有一些工具嘛 有一些这个apps 让他们可以有些 这个资讯啊 让他们可以分享 所以我们allow不同的员工 站在他需要 有一些员工 他有自己特别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club for age 有些club for young 有些club for pink 那他们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们允许他们在 我们的这个平台上 找到相对应可协助的 这些tool系统啊 资讯啊 这个协助的方法 协谈的管道 他们可以找到 他们相对应的 所以他们可以在里面 彼此连接 成为一个community 一个群组 人活下来是因为你有朋友 绝对不是因为你有老板 Not enough 所以你必须要有good friends community connection 是非常好的 我们也相信持续的训练 create员工的awareness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这边常常会协助 这个local的一些平权的团体 能够有一些活动 他们会带回来 说希望我们能够参加 然后去当一个road model 我们在荷兰 甚至有一条马路在我们公司 七成是彩虹的这个颜色 然后我们的CEO牵着手 一起走过去 拍了一张全球的照片 非常的colorful 我们也在持续的训练 然后也分享我们所有的成果 所以所有的员工 可以把他的成功的故事 放上来去分享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做法 我最后来谈一谈 最后一个结尾 我刚刚提到说 半导体产业 当它必须走到国际化的时候 这个人才要怎么做 我提到了一个 国际性公司的做法 我最后的一个insight是 他必须建立一个全球的平台 这个平台里面有共同的机制 共同的信仰 一样被认可的方式 作为 而全球很清楚地知道 这是一个透明的资讯 大家找得到 你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的系统 support所有人才的移动 人才移动是 假设我有一天在台湾 我要到欧洲工作 我在欧洲我要到美国工作 美国到日本工作 你怎么support我 这中间有非常繁杂的一个系统 而这个系统必须完善 所以员工能够找到相对的资讯 能够帮助你平衡的活动 then 当有一天我移动的时候 当我进到一个新团体 我不会觉得我被隐藏掉 我用同一种方式 在那个国家 我不会觉得很陌生被排挤 所以怎么融合员工 透过我们刚刚说的 全球一致的cultural 我们透过我们management 透过我们所有的awareness 能够drive所有人才 国际性地在不同的平台移动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 如果有任何的公司 要走上国际化的时候 必须要拿出来思考 我最后的最后 我用我的一个head of HR 全球的老板 他也叫Peter Peter告诉我们说什么 你看一下他有个keyword We empower each other to thrive filling our growth happiness and business success empower是一个keyword 我们怎么复能 每一个员工他站在他自己的位置上 是能够自己drive他的growth 同时他也因为这个平台 这个公司的制度 他有必要找到他生活的平衡点 但他在努力推动公司成功成长 达到公司目标的时候 他能够找到他自己最快乐的 那个平衡点的方式 这个就是我们HR的一个vision 好 这个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刘仁之长 那我们也请仁之长在舞台上 帮我们稍微先留步 因为我们很快的马上也要进入到对谈的环节 那稍早呢 我们从几位的分享里面也看到了 leadership的价值真的非常的重要 也看到一间企业要走向永续 走向全球 人才一直都在战略的核心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段时间来对谈 我们要再次邀请到 行美集团林亭芳董事长 APIR全球人力资源副总 詹正泽副总 以及天下学习事业群 卢志芳研发长 再次回到舞台上 热烈掌声 我们再次欢迎四位 谢谢大家 我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说 其实我们在后台已经聊得炮火四射 那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大家刚才听了三位分享 多年来的萃取出来的成功经验 可是这个成功经验 它并不是一触可击的 其实背后有很多的心酸血泪 跟学习的历程 所以我想帮大家问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企业在不同的国际化的阶段 有没有一个误区或者是盲点 是你最想提醒大家 不要再去踏的 然后能够绕过去就绕过去的 可不可以请三位来分享一下 让大家可以少走一点冤枉路 那先请Tim开始 其实刚才Pauline提到了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刚开始国际化的第一个 碰到最头痛的问题 就是我们自己在思维上发生了很大的差异 就是对于各种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差异 Cosho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Frank speaking讲很坦白的 比方说我们身为台湾人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外籍移工 或者甚至看到我们都还觉得 印度人好像就挨我们一姐 各位我们这样 因为你从称呼就知道了 美国人大概很少会叫他们印度R3 但是我们台湾也会叫 这是文化上最大的差异 所以基本上 fundamental你就有一些歧视 所以国际化到每个国家 就像日本人来看我们台湾人 可能他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文化上的差异是 我们自己要走出去这个国门的时候 要很注意去克服的 所以我很佩服他们这么大的国际化 特别是刚才Philips提到的 他如何把这么多不同的cultural融合在一起 不过对我个人而言 以一个走过半个世纪的台湾的 中小企业要走上国际的市场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心理上曾经犯过很大的错误 也必须我们去面对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请Philips来分享 我想我自己遇到的跟 刚刚我在分享的时候有提到 很多企业都觉得国际化是一个必经的路 那我自己觉得还是要问自己 到底为什么要国际化 哪一些部分要国际化 哪一些部分要在地化 把不同的value activity具体的拆解清楚 到底是供应链要国际化 行销要国际化 产品要国际化 研发要国际化 还是人才要国际化 那定义清楚之后 我们才能够去有一个具体的组织 或人才管理的措施 去支持这件事情 然后才能够真的想得很清楚 什么要一致 什么要这个因地制宜 所以这个是我想要分享的 我认为这个误区或盲点可能有两个 一个是当厂商走到国际化的时候 他认为他过去成功的模式 可以完美地复制到其他的国家 所以当他在国内的时候 他要求凡是使命必达 所有东西听从我的指令 你就可以达到最完美的 这个performance comes out 事实上 no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想法 你过去的成功模式 当你套用到国际的时候 它不见得会协助你成功 因为有太多当地的法令 当地的人情 风土 所有的员工的组成 完全结构不一样 你认知了吗 我觉得当一个国际化的过程里面 最大的误区就是 你以为你过去的成功 可以完美复制到其他的地方 你从来没有想到 第二个误区就是 你怎么样在组织的一个制度底下 能够create一些 out of boundary 弹性 这个弹性可以容许组织 能够因地制宜 能够因为在地化 能够有一个平衡的观点 你知道我们全球 常常做一些很有趣的实验 我们问全球三万多个员工 你觉得在这个公司工作 你觉得什么智能代表这个公司 你们猜什么公司 当然有人谈 technology advance leading company 这个是driver 我跟你讲最后 全球一致认可了 叫flexibility 这个公司完全是一个 非常有弹性的 有弹性调度的公司 很难吧 三万八千人 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说 你在做这个国际化的过程里面 我认为这两点误区 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是 就听到三位谈到这个 误区其实都跟文化有关 就是说这个 这个跨文化的差异性有关 那我想进一步请问的 就是说 当然在消除这个文化差距 这件事情上面 沟通非常重要 对不对 就是说 特别是Pauline你刚才提到 要有个全球性的平台 然后能够让所有的人 在资讯上面是没有时差的 但是我还是想邀请 Tim跟Philip分享一下 就是说 以我们台湾企业的角度 怎么样在沟通这件事情上面 能够协助大家 克服这个跨文化的差异性 有没有一些独到的做法 我先补充前面第一个问题 台湾可能是因为制造业 特别是替人家代工起家的 ITC产业 ICT产业这些 所以台湾过去 大家的mindset 大部分老板的mindset 都说国际化是产品的国际化 可是我们今天论坛是谈人才 所以人才它是软的 它就必须早上 皮特森讲 软实力这不晓得怎么用 这软的东西 其实跟文化就很大的差异 绝对不一样 所以你去沟通的时候 就回到怎么去沟通 你一定要知道 那个地方 你要先了解那当地的文化 然后用他们当地的语言 去讲 我刚才一开始 在做投影片的时候 也跟各位报告 每个产业 还有它产业的文化 跟产业的术语 所以当我决定要进入 那个产业 那个国家的那个产业 我必须先去找 可以讲同样语言的人 那我们要走进旅馆 服务业的时候 我们要跟 国际级的标杆 不管是Mariot 或者IHG 或者这些 去学习他们怎么做 在国内 甚至我们自己还没有进入 那个领域的时候 我们起码还是得去跟 还是希望强强联手 然后去跟那个什么 无亲友无先生 成品去做合作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想 Stan那个 宏基的事先 在二三十年前就提过了 这Gloco 是它这个字 是它在某一次演讲提到的 将近已经三十年 它叫Global Image 要Local Touch 我想这个是 几十年前 大概就已经提到这个事情 所以我还是讲 我们不能只有产品国际化的概念 我相信 ASMO可能它的产品 卖不到一百个国家吧 没有 没有 可能是一二十个就好 但是台湾的很多产业 我的产品已经国际化 我行销到全世界 一百五十个国家 像它这个公司很国际化 那是产品的国际化 跟人才组织的国际化 是有一点差异 所以必须特别澄清一下这个事情 Philip分享一下好不好 就是你可以别再多谈一点 你们这个分散在全球的CXO 是怎么运作的 可以让你们在决策上面 完全无时差 我相信沟通这件事情 其实有不同的层次 包括到底用什么平台来沟通 然后用什么方式沟通 沟通的技巧 沟通的内容 其实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可以被拆解开来 那从技术的层次来说 从平台层来说 我觉得现在科技实在太发达了 就是线上会议 电话 其实不会有任何的阻碍 不需要飞到当地 就能够顺利地沟通跟对话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 其实我觉得反而在沟通 或者是国际化 最困难的事情 不是CXO的对话 我觉得更关键的是 怎么样让所谓的总部 或是比较多人的地方 跟一些比较少人的市场 有一个通畅的了解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是上下级之间的对话 反而也是困难的 所以怎么样在公司里面 能够搭建一个平台 是能够让这些上下级之间 能够有双向的对话 包括我们经常在做的 这个ask me anything 然后能够推动这些 下级跟上级之间的 这些直接对话 直接沟通 直接建议 第二 包括我们现在 能够透过比如说 招人的这个方法 能够让大家 真的是open minded 然后了解每一个市场 真正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 而不只是本位主义的 看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对的 所以我觉得技巧反而是简单的 我觉得mind set 还有这些上下级之间的沟通 或者是本位主义 跟这些在地化之间的沟通 我觉得反而才是真正的挑战 那接下来我想请问那个Pauline 因为Pauline你刚好是 台湾也是东南亚的人资长 对 就是说在你的业务里面 本来就已经涵盖了 国际化的成分在里面 在沟通这件事情上面 你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心得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公司如果要推动一个 政大重大的政策 他会怎么做 这个公司呢 他会一开始的时候 invive很多人的意见 你知道他是一个共益制嘛 对不对 那所以他会充分地允许 所有人对这件事情发表意见 发表意见完之后 他有个决策 决策完之后 他会告诉你说 那什么是我们的communication plan 这个communication plan呢 他会要求我们怎么执行 从上到下是一种执行的方式 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metrics的组织 它是一个 这个不是一个直线的组织 它是一个矩阵型的组织 yes 所以呢 他在沟通的层级上 他会要求我们也要横向的 在每一个层次都沟通 所以CEO沟通一次 这个country manager沟通一次 regional country director沟通一次 员工的people manager再沟通一次 员工再来沟通一次 然后我们全球还有不同的email 不同的政策 不同的解释 不同的wordshot 确保你完全理解这件事情 因为只有你完全理解 你才有可能跟他同行 同行指的是一起做 或者是你会跟他同一个样子 组织最重要的是要能够create那个同行化 是吧 那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能够确保员工对于重大的议题 是用这种方式沟通 而且这个沟通完之后还会花更多的三个月回来check 每一个人从下面到上面的understanding的level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员工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可倡议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可改进的地方 所以他一个整个重大政策是非常严谨的一个计划的过程 这是一个沟通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这种小的地方性的沟通 确保每一个听众必须要用所谓的正式的语言是英语 来做一个双版的沟通 所以在韩国可能是这是英语韩语 然后在台湾因为我很多三十个国籍嘛 所以他其实就是以英语为主 然后我们在辅助所有的中文 所以让员工非常清楚知道我们怎么沟通 我们同时有很多的channel 你可以常常走到我们的走廊 他会放映现在最新我们在谈什么东西 我们在谈政策 我们在谈DEI 我们在谈活动 我们在谈想法 我们也接受到天下杂志颁给我们的奖 这个也拿上去拍一拍摆一摆 所以员工会知道什么问题 你看到我们的走到那个电梯 你会看到我跟country manager共同sign 我们对于职场反霸凌跟social harassment 反霸凌的政策宣言 很清楚的白纸黑纸贴在所有的这个电梯上 请大家每天坐电梯顺便看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个unified的一个culture 就像我刚刚讲的 所以沟通这件事情是每天无时无刻 用不同的方式在渗透的 我想就是说这条路它真的是没有尽头 它就是说不管是沟通也好 或者是跨文化的融合也好 它是每天前进的这个进行式 那我想今天那个这场论坛的最后 我想邀请三位讲者 因为你们的公司都在国际化这条路上 有了一些成绩 也有了一些深耕的经验 也许我们台下有些企业 他们正要开始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请你们三位给他们一个 只能给一个建议 这个最重要的建议 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好 我先来 我觉得是改变自己的期待 因为它这个真的是一个 持续学习 不停地迭代 跟快速成长 跟改变的过程 所以改变自己的期待 不会有一步到位的 我这里的建议是请听 你永远要听听 跟你完全不一样人的声音 那请听是一个非常好的start 我们大概也是这样子 一定要了解当地的文化 不管是用听的 用干什么的 那另外就是要了解 那个产业讲的语言 那这样的话 要生存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 谢谢 我想今天谢谢三位的分享 就是说 不知道有没有真的帮大家 少缴了一些学费 然后少走了一些冤枉路 但我想就像我刚刚提到 这件事情是台湾企业 永远的功课 所以我想也请大家 跟我们台上的三位讲者 一起努力 在这件事情上面 能够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 但是谢谢台上 所有贵宾热情的分享 那也请各位贵宾 林董事长 刘仁子长 以及詹副总 可以先请回座休息 谢谢 谢谢 谢谢